有研究指出,蚊帕水中其中一種主要成份被蚊胺 如果含量高,噴多了,隨時令身體出現疼痛、水泡及紅腫脫皮 蚊帕水中的DET成份有機會導致皮膚敏感 當DET成份本身是化學物質,接觸皮膚時有機會出現接觸性皮膚炎 例如皮膚有紅疹、起水泡或覺得皮膚癢、不舒服 使用的次數越頻密、濃度越高,也有機會令敏感的情況高 如果一般皮膚出現傷口或患者皮膚已經有炎症時 如果蚊帕水都噴在受傷的皮膚中 就比較容易出現敏感不適的情況 Krisley,我替你噴蚊帕水,然後替你出去玩,好嗎 對 很香,對嗎 香不香 Lisa一家住在地上,露台種了不少植物 家裡特別多蚊,小朋友又不時來玩 為了不想小朋友接觸到被蚊胺DET成份的蚊帕水 她會選擇天然方法去蚊 其實平時我都會自己做蚊帕水來用 我們都會選擇一些天然的香薰精油 其實很多種精油都會有驅蚊的功效 譬如芬芝草、天竹葵、檸檬香茅等 都有驅蚊功效 我們混合三至五種精油,驅蚊效果就會更加好 因為它們本身的味道都會令到昆蟲不喜歡 其實外面坊間也有很多蚊帕水可以買 但我們都擔心它的化學成份不太好 而且家裡的小朋友不太放心給它用 所以我們都會選擇天然的成份來做自製蚊帕水 然後可以分配給它修理蚊帕水 女友給汛溫出的衣味 就是有改革時間ласти